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腾越宝威德市高峰时段电照费 三月起下调一元二角 菲律宾密切关注美国大选 驻美大使寻求更牢固的关系 纳瓦尔尼母亲见到遗体 当局要她在秘密地点埋葬她 中使馆 坚决反对英国以助额为由制裁中企 涉欺诈交易为旅行支付商义务 山里汇款两负责人被调查 请大家收看 腾越宝威德市高峰时段电照费 三月起下调一元二角 联合早报 腾越宝威将从三月起调低德市电照费 使其与其他德市公司的电照费一致 在高峰时段 德市电照费为三元三角 其与时段为两元三角 此举是为了与其他德市公司保持一致 同时也是对去年底调高车资的补偿 乘客提前预定德市的预先电照费保持在八元 菲律宾密切关注美国大选 驻美大使寻求更牢固的关系 美国之音中文网 菲律宾驻美国大使何赛罗穆尔德兹表示 非国将密切关注美国总统大选 并欢迎任何的变化 菲律宾希望重新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菲律宾现任总统小马克思在领导下加强了与美国的安全合作 共同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野心 菲律宾不会放弃捍卫在南中国海上的主权 并且菲律宾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仍然有效 除了军事合作外 美非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在扩大 纳瓦尔尼母亲见到遗体 当局要她在秘密地点埋葬她 联合早报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母亲 纳德米拉 纳瓦尔纳亚表示 俄罗斯当局施压要她同意在一个秘密地点 让纳瓦尔尼下葬 她称自己已经见到了内瓦尔尼的遗体 并在太平间上签名 纳瓦尔尼的新闻秘书称 纳德米拉看到的尸检报告显示 纳瓦尔尼死于自然原因 而纳瓦尔尼的一双尤利亚 纳瓦尔纳亚则认为 纳瓦尔尼遭到了俄罗斯当局的杀害 纳德米拉指责俄罗斯官员 拒绝将儿子的遗体交还给她 并施压要求她同意秘密下葬 她在视频中向当局要求 将纳瓦尔尼的遗体交还给她 俄罗斯当局尚未对纳德米拉的讲话做出回应 中使馆 坚决反对英国以驻俄为由制裁中企 联合早报 英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 其中包括三家中国公司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表示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并对英国制裁中企表示坚决反对 中国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英国外长表示 制裁旨在断绝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武器库 和战争资金来源 除了中国公司还有土耳其公司和俄罗斯钻石生产商的高管等 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设欺诈交易 为履行支付商义务 山立汇款两负责人被调查 联合早报 新加坡警方和金融管理局正在调查山立汇款公司的两名负责人 涉嫌欺诈交易和未能履行持牌支付服务提供商的义务 报道称 许多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公民通过山立汇款公司将钱汇回中国 但中国当局指控汇款涉及犯罪行为 导致汇款人或收款人在中国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山立公司在调查期间没有配合金管局的要求 突然宣布停止业务 金管局将采取额外措施监管该公司的银行账户 确保未完成的汇款能够退款给顾客 警方已接获至少670多起报案 其中430起涉及山立公司 涉款达1300万元 南韩输了身薄不用不甘心 沙特证实宣传片确实是中国首笔 星岛日报 三个多月前 南韩在竞标2023年市部会主办权上败给了沙特阿拉伯 让南韩人痛失了这个机会 本周沙特方面证实 他们的宣传片是由两家中国公司制作的 这引起了南韩人的不满 他们认为中国参与了沙特的宣传片制作 这支宣传片由中国公司构思制作 沙特方面全盘接受 没有提出修改意见 宣传片展现了高科技和全球和平共融的美好境界 与此同时 南韩的宣传片被批评为格局太小 没有与世博会的主题相符 普京试成可携核弹战略轰炸机 向西方展示超音速图160A实力 星岛日报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试成了新款图160A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这款战略轰炸机可搭载核武器 普京试飞30分钟后表示 这款飞机将服役于俄罗斯空军 此举被视为对西方的警告 显示俄罗斯的核武实力 图160A是俄罗斯联邦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携带12枚巡航导弹和12枚短程核弹 根据合约 预计到2027年前 将向俄罗斯空军交付10架现代画图160A 这款战略轰炸机的效率提高了60% 在可携带武器 导航和航空电子设备方面 也有显著改善 普京过去曾多次乘坐战机 此次试飞显示了他对俄罗斯军事实力的重视 本地推出首个婴幼儿喂养指导方针 联合早报 主角妇幼医院和新加坡儿科和儿童健康学院 联合推出了新加坡婴幼儿喂养指导方针 旨在减少婴幼儿过早接触寒糖饮料 为及时添加腐蚀 以及进食时使用电子屏幕等不良习惯 这份指导方针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 例如避免在两岁前接触寒糖饮料或果汁 从出生后4到6个月逐步添加各类腐蚀 根据婴儿的饥饿与饱足感提示调整喂食量 避免在进食时使用电子设备 以及逐步停止在夜间喂食等 调查显示 约10%的婴幼儿在1岁之前就接触了含糖饮料或果汁 约20%的1岁至2岁幼儿每周会多次摄入含糖饮料 还有约65%的看护者 不会在喂养时关注婴幼儿的饥饿与饱足感提示 这份指导方针的发布有助于培养家长良好的喂养习惯 提供有用的信息 帮助儿童从婴幼儿时期开始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中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4.9% 联合早报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在1月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其中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了4.9% 而二三线城市的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下降了4.4%和4.5% 与上个月相比 这些城市的降幅还有所扩大 在新建商品住宅方面 一线城市的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了0.3% 其中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了0.1% 0.8%和0.7% 而上海则上涨了0.4% 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了0.4%和0.4% 与上个月相比 这个降幅保持了一致或有所收窄 在同比方面 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了0.5% 其中北京和上海上涨了1.3%和4.2% 而广州和深圳则分别下降了3.6%和4.1% 二线城市的销售价格同比下降了0.4% 而三线城市的降幅则扩大到了2.1% 总体来说 70个大中城市中有56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而有68个城市的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在同比方面 有53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 而有70个城市的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下降 这些数据显示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1月份仍然面临着下行压力 房价的降幅有所扩大 对于购房者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房价下降可能会提供更多的购房机会 然而 对于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者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挑战 因为他们可能会面临销售下滑和资产贬值的风险 美国将对500多个俄罗斯目标实施制裁 联合早报 美国将对超过500个目标实施制裁 包括针对俄罗斯的军事工业 以及为俄罗斯获得所需商品提供便利的第三国公司 英国也宣布了一系列制裁措施 然而 一些专家认为 制裁措施不足以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哈勒尔表示 向乌克兰提供额外军事援助的法案将比制裁行动更重要 尽管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一定影响 但俄罗斯经济表现仍好于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俄罗斯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2.6% IMF发言人称 俄罗斯现在正处于战争经济中 军费开支增加 政府社会转移支付支撑了消费 通胀水平仍在上升 国家福利理事会将投入于1亿元 资助社福机构转型 联合早报 新加坡社会服务机构将获得1亿元的资金支持 以提升其能力和管理水平 这笔资金将用于推动创新和数码化项目 加强人力资源和义工管理程序 社会服务机构可申请最高20万元的资助 资助额占项目费用的80% 此外 政府还将确保社会服务工作者获得公平的薪资待遇 并制定职业发展和进修机会的技能框架 社会服务机构的人员数量 从2019年的15000多人增至目前的2万多人 美华裔名校自优生兄弟相继舵鬼王 华裔女作家李亦云七年内两度丧子 星岛日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名19岁华裔学生 在校门外被火车撞毙 学生的哥哥在2017年以相似方式自杀身亡 事故原因上在调查中 但有人推测学生可能是轻生 校方对学生的去世表示哀悼 并向其家人表示慰问 学生的母亲是知名作家李亦云 她曾经历精神崩溃和两次自杀尝试 她的长子的自杀也成为她最新小说中的主题 美华裔名校自优生兄弟相继舵鬼王 女作家李亦云七年内两度丧子 星岛日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名19岁华裔学生在校门外被火车撞毙 学校对此表示哀悼 死者的哥哥在2017年以类似方式自杀身亡 两人的母亲是一名华裔作家和教授 事故发生时火车上有30名乘客 目前仍在调查事故原因 但有学生推测死者可能是轻生 普林斯顿大学官方在官网上发文悼念死者 称其对语言学和哲学特别感兴趣 死者的母亲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两个儿子的照片 并表达了悲痛之情 李亦云毕业于北京大学 后来转向艺术创作 并多次获得文学奖项 她在2012年经历了精神崩溃和自杀的经历 之后专注于阅读传记和名人回忆录 2017年 她的长子自杀身亡 下任北约秘书长人选 美英德表态挺荷兰首相吕特 星岛日报 在俄乌战争进入第二个周年之际 美国、英国和德国表示支持荷兰首相吕特 出任北约下一任秘书长 荷兰最近的大选结果可能会让吕特在国内的政绩黯然失色 但她仍然是接替斯托尔滕贝格出任北约秘书长的最有可能人选 美国、英国和德国都表示 吕特是一个出色的候选人 她在国防和安全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将确保北约的强大并准备好应对任何自卫需求 除了吕特外 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和拉托维亚外长卡林斯也是北约秘书长的热门人选 北约将在今年7月华盛顿峰会前宣布下任秘书长人选 原中国外长助理农荣获任命为港澳办副主任 联合早报 中国官方公告 农荣被任命为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免去她在中国外交部的职务 农荣在广西长期任职曾担任多个职位 包括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副局长 房城港市委常委 副市长等 她于2020年9月进入外交系统 担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在任期间 她所下榻的酒店发生爆炸 但她本人不在酒店 逃过一劫 去年2月 农荣返回北京成为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负责亚洲 港澳等事务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